台北101是超高大樓 是綠建築 有購物中心 有美食餐廳 还有观景台 更是台湾地标 也是顶级相伴的代表之一 超高是一个高度是一个优势 现在没办法 别人无法取代之外 还有很多就是 我们的生活机能 我们会把很多的空间 提供给我们的租户 在101的35楼 有许多生活店家进驻 只有大楼租客可以使用 这里可以直接买杯星巴克咖啡 也有便利商店 休息时间买东西 还可以看看窗外的街景 有牙医诊所 可以预约看牙 有银行 可以领钱汇款 有电信服务 SPA店 有快递接送件 甚至衣服脏了 还有干洗店服务 好 等我一下 那我给你实践 好 服务人员的礼貌 还有各方面的经验 反而成为现在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之一 台北101全台最高大楼 南山广场最新完工的顶级商办 而这两栋也是主导整个新翼商圈 顶级商办的租金行情 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 全台最贵办公室租金 前三名都在新翼区 冠军是南山广场38楼 每瓶租金4672元 其次是国泰智地广场和台北101 每瓶租金都达到4000多高点 根据外资商众统计报表 新翼区顶级商办 每瓶租金开价从3300到5000元不等 也是外商公司金融和科技业 搬迁A级商办的首选目标 20年来第一次 对 就是有这个办公室租金 就是上涨的那么快的速度的一个现象 甚至有很多大楼 市价特别多4000多 有成交到5000块的 那有些大楼甚至开价 是要开到50006000的都有 对 那这个真的是在2018年以前 2017年根本没有碰过 这股商办热也带动周边的行情 新一计划区年成长4.8% 创10年来最大增幅 动画商圈也成长了1.6% 台北市全区也有3.1%的成长 业者说中美贸易战台商回流 对顶级商办的影响有限 主要还是供需失衡的问题 国内顶级商办的租金行情 比周遭的国家低 这块抗金招牌 即使得付出不少租金 还是供不应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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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